好了,很歡迎大家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繼續和大家介紹中國文化的人心觀 今次會談談中國著的心之之的問題 現在也談到孫子,上次也談到孫子的心 孫子的心固然重視虛靈明覺 但同時亦注重主宰性 所以在這裏講到孫子的心和道家的心的說法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我們在這裏介紹一下孫子的心的內容 所以之前一直在講關於孫子的心 但如果我們由孫子的思想去看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講的心有幾點都很重視 他重視心的虛靈明覺 講講虛的無限制性 這個虛靈明覺是一種無限制性 這是他重視的 這點是和道家接近的 另外他重視心的超觀念 超記憶內容的超越性 即是他著重心的超越性 心不是這個觀念 不是這個記憶 是記憶和觀念以上 所以他是超越性 心是有一個超越性 另外就是 孫子說這個心 他重視綜合定位所知世界的涵蓋性 著重涵蓋性 涵蓋性的意思就是 我們如何去認知這個世界 令到這個世界所有事物 各得其所 全靠這個心 這個就叫做涵蓋性 這點也是由孫子重視 所以孫子會肯定這個世界 人民世界的價值 不同的範疇 人民世界的價值 他都能夠肯定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涵蓋性 另外就是 他著重這個自虛症 這個叫做虛症 他的功夫比較偏向說靜 不要被擾亂 不要被擾亂的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要自虛症呢 就是著重那個自禁自使的主宰性 即是在這個能夠自虛症的功夫之下 心就能夠有一種主宰性 這個心你不會被外物所擾亂 不會被外物所左右 不會被外在環境所決定 心自己是有一種主宰性在裡面 所以孫子思想裡面 這種說法是很明顯的 是有這樣的意思 這些說法就跟道家說法有點不同 跟西方哲學的比較來說 孫子哲學的人心觀 與其說他是接近西方的經驗主義 不如說他接近西方的理性主義 理想主義 其實是比較多的 因為經驗主義的比較被動 但是孫子的主宰性比較強 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比較接近西方的理性主義 理想主義的這種說法 另外就是道家 剛才說過和道家的比較 道家說的人心 他都會說虛靈鳴閣 但是他就說到心的超越性 但是他就說不到孫子的心的涵蓋性 就是道家的虛靈鳴閣 是說到心的超越性 但是去到孫子的時候 他說的心不只有這個超越性 還有這個綜合的涵蓋性 可以涵蓋這個世界不同的事物 可以涵蓋這個人民世界整體的事物 所以可以成為各當其位的對象知識 成就到不同的人民世界的價值 所有事物都有它的位置 有它的價值 這就是所謂各當其位 這就是孫子和道家比較主要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是一點 但是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剛才所說到的主宰性 孫子也說到心的自作主宰性 孫子說化性起藝 所以他跟道家不同的 他說化性起藝 通過功夫可以做到道德修養 道家比較少說這一面 孫子始終是儒家 他的說法是通過人做功夫 就能夠化性起藝成就道德修養 同時他比較強調的 更加是能夠成就到人民社會的實踐 成就到人民社會的不同的範疇 的事物各當其位 它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說道德修養 以及說人民社會的實踐 這兩點 從這兩點看上來 我們看到 孫子的人心觀 其實就是儒家的人心觀 所以孫子不可以說不是儒家 所以孫子的人心觀 其實就是儒家的人心觀 所以他跟道家不同 你不可以說他是道家 為何他不是道家的人心觀 原因就是這裡 因為他著重道德修養 以及人民社會的實踐 這兩方面比較重視 那道家和孫子所說的心 剛才剛才說過有點不同 但當然之前也說過有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其實有兩點 第一就是道家和孫子 都不由心觀念印象 來講心本身 心這個概念不是一個觀念印象 所以心是超越一般的觀念印象之上 有超越性 之前也說過 道家和孫子所說的心是一種超越性 就是他不是由心的觀念印象 來講心自身 道家和孫子都是這樣 另外就是道家和孫子 他們兩家都是用心 直接和事物相遇接觸 而不是中間有一個觀念印象 和事物做一層的間隔 即是道家和孫子他們說 人的心認知事物 是用心直接和事物相遇 來去認知 來去接觸 而不是由心形成一些概念 形成一些印象 把事物變成一個概念 變成一個印象 變成一個知識概念 來去認識 不是這種方式 我們看到西方哲學很多時是用這種方式 把事物變成一個觀念 變成一個概念 而心就是用來認識這些概念 認識這些觀念 認識這些知識 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相對地 中國哲學相對地 儒家和道家都不是這樣 所以道家和孫子說的心 都是說的心是直接和事物相遇 而不是通過觀念 而是從事物中間的間隔 而不是這樣 而是道家和孫子 而是道家和孫子 亦不認為心中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而是用來規範對象 形成一個知識媒介 西方哲學中的康德 就是用這種說法 說人的心中有不同的範疇 這些範疇就是用來規範對象 規範對象 這樣才可以形成人的知識 因為我們人的心中有這些範疇 才可以形成知識 道家和孫子都不說這個範疇 不是心中有範疇 所以道家和孫子所說的心 是能夠表現出一種無對性 直接騙運於自然界的虛令明覺 是直接與自然界相遇 所以它能夠騙運於自然界 無對性 即是它不是形成一個概念 與它相對 不是這樣的 所以它是一種虛令明覺 這樣就跟西方哲學形成知識 那種說法 知識概念 形成知識概念那種說法 有些不同 這個就不是這樣的說法 著重說一種虛令明覺 是一種直接的相遇 直接的接觸 人的心靈和事物 是直接接觸 所以這一點 與西方哲學有些不同 不過道家和孫子 自己本身也有些不同 之前也說過 道家對於知識的問題 與孫子的做法有些不同 道家對於事物是所謂過而不留 道家的心是虛令明覺 他認知了事物之後 就會過而不留 過而不留 這樣就不重視接觸事物之後 所留下的一些記憶 知識等等 因為他覺得這些是 這些是不應該執著的 這些事物 所以就過而不留 自來自去 這是道家那種方式 他認為這樣保持到心的清明 這樣就是一種道家的看法 但是孫子就不是 孫子比較能夠肯定到 記憶知識的重要性 也重視心的綜合的 兼致能力 所以孫子的說法 就不是過而不留 他是重視這種 記憶 可以留下的 能夠記憶的 形成一個記憶知識 他也重視這種重要性 他不單止是這樣 不單止留下 還有一種綜合的能力 孫子所說的心 還有一種綜合的能力 對於這些知識 是一種綜合的能力 這一點跟道家的說法有些不同 這個 剛才也說過 還有一點不同的就是主宰性 道家不重視心的主宰性 而孫子就很重視主宰性 而孫子就很重視主宰性 孫子的心可以自我主宰 這個很重要 所以 道家的說法裡面 會說 沒有我 道家會說 沒有我 不需要有我 這個 要忘記這個自覺 要超越這個自覺 要說 要說 忘我的 這樣 是這樣的 但是孫子的說法 是說 有我 要說 有我 要有這個自覺 所以孫子會追尋 記憶知識的來源 攝受這些知識 這樣 孫子對於這些記憶知識 是覺得是重要的 所以他會很重視這些知識 這些記憶已知的知識 是重要的 是重要的 為何重要呢 因為我們是可以 人的心 能夠根據這些記憶的知識 來到去判斷現在 和判斷將來 這樣 由這個記憶知識裡面 我們就知道 過去 現在 未來 然後可以把它 同屬於一個統類裡面 同一個理來去看 這種綜合的能力 這是剛才所說的一種綜合的能力 人的心 孫子重視這種 對於知識統帥的一種理性能力 重視這種能力 即是綜合知識的能力 所以他那個知識重要 即是他接受了 這樣 記憶到 然後 就要根據這個 過去的知識 然後 如何判斷現在 判斷未來 再將這個 過去現在未來三者 統述起來 這樣 這種綜合起來 這是一種理性的能力 孫子的心 就是有這種理性能力 這個理性能力的運用 孫子很重視 所以孫子能夠說到所謂 證明的說法 孫子裡面 都很重視說這個證明 有一篇專門說這個證明 他很重視這個證明 為何他能夠說到這個證明 就是因為 他要求這個內容 與這個名稱相同 即是你有這樣的名字 就有這樣的內容 有這樣的內容 就可以叫他這個名字 這個叫證明 這個內容與名稱相同 不同的內容 就有不同的名稱 所以這些就是證明的說法 當然這個證明的說法 最早當然是來自孔子 孫子也有這樣的說法 由這個證明的說法裡面 我們就看到孫子重視這個知識 重視這個知識 所以還說這個綜合的能力 一個理性的能力 相同的內容 相同的名稱 不同的內容 就有不同的名稱 而且還要求知道 百王之無辨 足以為道觀 這個就是出自 這個孫子天論篇的說法 孫子天論篇裡面就說到這個 百王之無辨 足以為道觀 一廢一喜 此你應之以觀 理觀不亂 不知觀 不知應辯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是說 百王之無辨 經歷代以來 都有一個不變的事理 無辨是一個不變的理 百王之無辨 歷代以來有一個不變的理 足以為道觀,足以作為一貫以來的道 歷代以來的不變的事就是一貫的道 一廢一起,應之而觀 朝代興衰變化,都是用一貫的道去回應 一直以來都是用這個道 理貫不亂,整理出一貫之道,社會不會亂 所以這個道多好,多有用 不知貫不知應變 如果不知一貫的道,就不知如何應變 這跟剛才的孫子說法一樣 我們由以往的記憶知識,整理出一個理 我們便能知道如何應變現在與未來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這個禮儀的統帥 禮儀的統帥 其實是正正可以貫通古今遠近的遮蔽 即是你明白到這個禮儀的統帥 明白到什麼是禮儀的時候 其實正正可以貫通古今遠近 你看不到的都可以貫通到 所以《孫子解閉篇》裡也有提到這個問題 《孫子解閉篇》裡說到 《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 即是人一坐在室內 坐於室而見四海 坐在室內也可以看見四海 《處於今而論久遠》 身處於現在 而可以論說到很久遠的事情 這個很厲害 即是可以結合到 綜合到天下古今的人情 來講人樹之道 這個孫子在這裡講人樹的道 講道德修養 你做得好 是能夠綜合天下古今的人情 變成你可以坐於實而見四海 處於今而論久遠 你不需要真正去到古代 不需要真正去到四海 都可以講到 都可以見到 都可以明白 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 總括而言 《孫子》的理性能力 可以說是要求 認識事物的類別 那個相同 或者有什麼不同 然後用這個相同 或者用不同的態度來回應 這個 就需要一種理性能力 孫子很重視這種能力 即是認識不同的類別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 然後回應這種理性能力 這個就是孫子說證明 它說證明 所說的一種理性能力 所以孫子這種說法 其實跟西方哲學有些不同 西方哲學裡面 在數學邏輯裡面 有自定概念 自立假設 然後引生理論 不是這樣做法 這種理性能力 那種都是理性能力 那種都是理性能力 但是 跟孫子這種說法 就有些不同 孫子是辨別事物 然後如何回應 這樣就 不是說 自己要定個概念出來 然後假設一個理論 然後如何引生的理論 就不是這樣做法 所以之前也說過 我跟孫子這種說理性的說法 或者說認識事物的說法 就跟西方哲學的數學邏輯不同 也跟康德的不同 之前也說過 康德說有一個知識範疇 康德反省到 原來我們認知這個事物 是需要一個知識範疇 知識範疇是人的一種理性能力 所以 孫子不是說知識範疇 所以 他所說的理性能力 也不是這種 雖然他要辨別不同的類別 但是這些 並不是一個所謂知識範疇 這個和康德的說法 也有些不同 這樣 孫子說法 就算是跟儒家比較來說 宋明理學 也不太重視 就是孫子所說的知識 宋明理學所重視的 就是根據道德天性 而顯發出來的一種理性能力 但是孫子所說的 是一種辨別類別 不同 辨別不同類別的一種理性能力 如果要比較來說 其實就有點像阿里斯多特 柏拉圖 他們所說的 他們所說的 發言 共商 理性能力 這個 但是 在孫子裡 其實沒有 阿里斯多特 阿里斯多特 柏拉圖 他們所說的 共商 或者理念世界 純粹形式 那些觀念 其實跟他們也不同 有點像 其實是不同的 因為孫子 不會說理念世界 不會說 拍攝圖 理念世界 或者 不會說阿里斯多特 那個純粹形式 但是 他會說 一個 如何 變別類別 這樣 那些 其實就不算是一個共商 所以孫子 用這個 變別類別 那個理性能力 這個 在根本上 來說 可以說 有一個信念 那個信念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一切理 都是內在於具體事物 所有理 一切的原理 我們大概說 一個原理 就是 內在於一些具體事物裡面 然後 從這裡 向對象 運用理性能力 他剛才有一個信念 就是 具體事物裡面有理 我們就可以 向對象 運用理性能力 所以 他們要 辨別類別 辨別類別 我們知道不同的事物 那個理 有些不同 我們用理性能力 就能夠分別開他的理 然後 如何 將它變成一個 綜合 變成一貫的理 這樣 所以 這個孫子所認識的理 雖然有些 像西方哲學所說的 具體事物的共理 共相 概念 那些說法 但其實 孫子 對於 共相共理的認識 好像 只是理性能力 通過而加以運用 用來判斷事物 而不是留住在事物上 所以 這個 與西方哲學的說法 有些不同 這個 這個 即是孫子的理性能力 是用來判斷事物 但 就不是形成一些 好像西方哲學 形成一些 共相 形成一些 概念 不是這樣的方式 這個 所以 孫子不能夠 會很確切地被制定 做一個 將這個 理性 理性運用 之後 將事物變成一個 抽象普遍的概念 或者變成一個 普遍命題的內容 都不是這樣的 所以 孫子 要辨別不同的類別 為他們證明 判斷事物 但是 他也不會將那些事物 變成一個 抽象普遍的概念 或者變成一個普遍的命題 他仍然還是 直接觀照這個對象 所以 這個 孫子的說法 始終跟西方哲學 那些說法 就不同 西方哲學 就是 講共相共理 講知識概念 就是 最後判斷完事物之後 就會形成一個 概念 這就是所謂流注 之前所說的 流注於事物 就是 形成了一個概念 流注在這裡 這個 但是 這個孫子 都不是著重在這裡 這個 所以 他仍然 講不到西方哲學所講的 那種 抽象普遍的概念 或者命題 他仍然也是 屬於 中國哲學式那種 直接 觀照 的 那些 對象事物 這個 這個 就是 孫子的一種 說法 這個 我們看到 他固然 跟道家的不同 跟西方哲學 也很不同 在這裡 好 這樣 對於這個 人心 那種 理性能力的運用 另外 就是 墨家 其實也有些類似的說法 但是墨家怎麼說呢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介紹 今天就介紹了孫子 先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